首先讲一段新闻,一段新闻就会带出两个讯息 然后再讲讲中美准备一战,这是美国的观点 首先一段新闻大家都很熟悉,我经常说他很像我们香港一位侍递 他就是白恩斯,这位白恩斯,恭喜他 他升了做部长级,本来他是CIA头 部长级的国员,就是说正式入国 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消息是什么呢?为什么呢? 有什么的深层意义呢?我先说 所以白恩斯日前就说到他就好像是习近平的 安插了很多善人在这里,所以他知道 没有什么外国领导人比习近平更加注意普京 起乎克兰的经历,这是重演一个理论 他们美西方对俄罗斯的所谓的围堵是相当成功 成功到怎样呢? 吓得习近平很害怕 首先就是那个阿格纳的兵变事件 也说到俄罗斯已经在分裂中了 就是那个社会在分裂中了 大家都说吧 会公然会招收这些善人 甚至没有开始做演实力 开始做这个和平演讲,可以做这个颜色革命 CIA头当然是做这些事情 不知道兵变是关关他的事 他觉得很成功 成功到习近平原本是要求他们 不知道收到什么风声 2027年一定要具备武統和化的能力 究竟2027年这个年份是否准确呢? 不清楚 究竟是2022年已经准备好 还是2022年已经准备好呢? 不清楚 他说了一句话 他做了准备 但是未必可以发生的 因为最近俄罗局势 令他一定会三思 所以他们说他会根据 这个台湾国安法 尽力保卫台湾 就是帮助台湾自卫 大哥,怎么会帮助台湾自卫? 因为现在正在分裂中国了 正确实 接着 他执行的任务就是要分裂中国 很清楚了 分裂中国 当时他问到10年前 中国就是破了中情局 就是CIA 起中国的大量行动 抓了很多人 你知道有很多滲透 十几个中情局的线人被抓了 甚至被处决 不知道 看不到新闻 他问了 这位整个时帝那样的CIA 你搞定了吗? 他说 我们已经取得进展 我们非常努力的工作 就是说不用怕 但并有战争 我们很强大的人力的情报能力 也可以继续通过这个情报 我想讲一个深层一点的看法 大家以为是 是 MI6 那个 英国的 军情六柱 生产临失 CIA 又做很多 看了这些火力会片 就觉得 他们也是做一些情报工作 不是 CIA的最大的成就 不是拿成本 那些情报很差 就是 周时 你看到有很多脱脱 如果不是的话 美国很多次 建国际事件里面 都挺狼狈 911你已经知道了 你们还没有吃饭 什么都不知道 当时 后来 因为那件事 令到整个美国 吓了一条 原来他们没有在中东做功夫 那CIA做什么 CIA做什么 CIA很厉害 CIA是做文化艺术工作 是最成功 看回一些外国美国人的著作 我现在找不回 暂时找不回 遲些有机会 先跟大家分享 文化艺术工作 是很重要的领域 你别以为这些是做戏 只是在这里做电影 这个是深展工作 当年CIA 在和俄罗斯 苏俄集团 对抗的时候 用多很多力 那本书也说到 为什么当时大家都这么崇拜 这个抽象主义 行为艺术 这些人无厉害 不需要什么经过训练 你和Anthony 都可以做行为艺术 我走出街 不着衣服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艺术的表现 我们就像陈百祥一样 我们就像陈百祥一样 全身搏了墨 趴上画桌里面 都可以做成一幅画 这个功劳是哪里来的呢 原来据说 CIA做到功夫 因为当时俄罗斯的美学 即是苏俄集团的美学 是写实主义的 你画一些画 如果你没有见过训练 你画不到 你等于好像看一些人像 中国很多现代画家 都画得像照片一样 他不需要说这些东西 为什么呢 带给一个讯息 自由 没有限制的自由 你要经过训练 经过这些约束 当时俄罗斯的艺术 就据这个学者分析 是美国的女性 他说CIA做到这些工作 电影不用说了 电影是CIA一个重要的部门 所以为什么现在 不跟你搞这么多东西 去中国市场 CIA 即是做文化艺术的滲透 都是和平演进的 现在说是入国了 即是做了部长 人工有没有加 不知道 起码升沽了一级 即是说他会有发言权 即是在白宫的决策里面 他做什么这么重要呢 一定是做深展 一定是做认知战争 一定是搞行为艺术 更加多那些 无厘头那些 我真的在香港 麻烦文化艺术 就真的严防死守 你不要再搞些 有新的宗旨出来 侮辱我们国家 做一些侮辱民族的事 你当作西方迷述自由 这些东西 完全要追究这个责任 如果再出现这个情况的话 美国已经是拨款了 会资助更加多的自媒体 和内地 安德尼可能会说到 那些修静 就是修善人的不在华下 小心点 就是这位茅似影帝的 茅似我们香港时帝 不是影帝 抱歉 茅似时帝的这位CIA业头 我想会有大动作 好了 那说回了 为什么要做这么多动作呢 就是美国害怕些什么呢 美国就是现在开始认识到了 中美是准备一战 这篇文章 其实大家早已经说了 中美其实是不会缓和 现在进一步来说 由于美国越来越 他们的资本殖民主义 或者资本霸权 已经很难维持了 你知道印度这样怎么办呢 各个国家都跳船 末期就很空韵了 所以他们认为中美是难免一战 在《纽约时报》 就是有文章 写文章那边人不是白了 他是怎么说 在《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 都是做《纽约时报》 都挺著名的 他说他引述了很多的书本 就是最近 原来是中美战争的书本 首先就是说 中国其实是很脆弱 但问题是警告 美国就不要那么天真 那么傻 首先可能很多事情 需要很小心去处理 不只是 很多书 叫做《注定一战》 《危险区》 或者2034年 讲述下一节 《世界大战》的小说 以及《可避免的战争》 这个是《鹿黑文社》 都是讲到中美和美国中心一战 我想讲一件事 首先我要辟一个谣 纽正一个观点 他们很推崇 在2017年出版的《注定一战》 中美能否避免修释底德陷阱 修释底德陷阱就是 这位哈佛大学的教授艾里森 当时是《雅典》统治了斯巴达 中间只是总之是 《雅典》的修释底德将军 修释底德将军 这个是将军 这个是人物 他说是《雅典》的崛起 和斯巴达因此 产生了恐惧 而不能避免的战争 所以说是中美中心一战的根据 但我已经告诉你 这次中美中心一战 是新构文明的冲突 是新构文明的冲突 是新构文明的 不要搞错 你不要再大截就说 我们是中美中心一战 我们不需要和美国一战 我们需要用新构文明 当然了 如果美国是执要 采取这个战争行为的话 对不起 整本《克努蔡维茨》的战争论 将会有2.0版本 重新复合 战争是无限度的暴力的忍生 无限度的暴力的使用 美国已经在对中国 但我们的决策 我们的对策 似乎不是走去那一套 但问题也要说一说 陆克文也提到 他说这些说话 就是母女女人 母女原来就是一个 不是很年轻的女人 就是三部局 首先他说 如果中美一战 其实有十种不同的情节 就是这个作出的情况 就是这样解释 他不敢落判 中美是否一须一战 其实中美是一须一战 其实中美是一须一战 我信念是 所以一定要时刻 保持警觉 最好就是不要发生 但是一须一战 这个必须要根植在我们所有的人的思绪之中 这是一个警钟 这十种情节 其中一个 如果他说 他们的美国人 西方人 是完全是对台湾 是非常之 这个对于我们的主权 是非常之藐视的 他说如果中国武通台湾 美国如果选择不做反映的话 陆克文说 那就会是美国的 莫里克时刻 即是目睹这个暴政的出现 会射入了美国的道德感 原来美国的道德感 是来自要保卫台湾 要来自阻挡中国民族复兴 就很清楚了 那就是说 如果他不动 他就没有了杜德权 即是他们的末期殖民主义的威势 将会被灭 所以台湾为什么这么重要 这是牵制中国的进步 牵制中国的进步 亦是停止了新文明的发展 新文明停止发展的话 旧文明 得意、旧言、残喘 甚至没有死狗地拖下去 这是他们的想法 西方人也是 西方人 没有什么 他是懂中文的 他和中国有中国文化 你不要跟我再说这些 千万千万不要 这些是对新一代下一代 很有可爱的想法 懂中文就和中国有文化交流 接着在新闻的时候 就像BCDE 把所有不等的东西 都放进去 没有的 我们要认清楚 西方是西方 中国是中国 够不明 和新闻未 所以我们也说 第二个场景 就是说 如果美国以军事力量去 和中国战斗的话 输了 那怎么办呢 美国的世纪就会像始终 西方就将会崩溃了 所以说 这是中美中央一战的内有 你不解决这个最后一步 这个末期的殖民主义文明 如果你不解决它 如果你真的用战争手段的话 我们真的要有准备 你也知道 郑明已经说了很多次 能打仗、打胜仗 准备打仗 不是跟你吹水 也就是说 有半数人去设想 这些就不会白发成功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仍然是战先一点 就像拜因斯说的 习近平是理性的 你见到俄罗斯 你就很害怕 那时候我就要跟大家 说清楚一件事 你永远看不到 在时事评论里说的情况 也挺敏感的 如果是中西战 如果是中西战 那场仗是怎么打 现在看到中俄合作 你看到现在 解放军的飞机 在俄罗斯的基地起飞 直达日本海 如果不是走这条路的话 我们会在江苏、上海、浙江那边 再飞一飞去日本 就会很远 中俄是一个联手 大家有很多的军迷 对军迷是对军事常识 有科普的精神 我说的是影迷 影迷就很着弱 影迷就看到我们电影多 到时画面就是 超音速飞机超过多少十倍 他们会认为俄罗斯的导弹 超过音速飞机超过多少百倍 他们一起双劫合逼 那画面就好像 荷里活召转 就是我们那些 打到美国 翻遍覆避 这似乎就是世界和平 我们的飞行员和俄罗斯的飞行员 走下来飞机之后 互相握手 这些是影迷情节 大家都想看到 看完之后我们很开心 如果你把这个新闻 时事是娱乐化 没有坏的 那大家是不看无名超人 看这些都一样很开心 很多人是看这个 但是如果发生战争的话 我想说 如果中国贸言 现在马上就说 我们延开五席去招呼 末期西方文明的话 是有危险的 首先说了俄罗斯文 我们的朋友 只是一个战略伙伴 假设我们中国现在 在美国即将一战 打一场仗 日本和韩国会来到 我们甚至会借个基地给你 你就去撑吧 你猜打完仗之后 我们元气大伤之后 俄罗斯不就是得以保存实力 你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的国家安全 或者建国的环境 是不是有些危险呢 我们不是兄弟 就是兄弟又如何呢 你看整个思汗 那些暴落都知道 兄弟之间 真是残杀 那些事情 只要你狗族 已经很残忍了 所以 看时事评论 正式的政度来说 我们需要有历史观 世界观 建立我们正确的中国观 如果我们谋言一战 我们现在有很多飞机大炮 我们可以有东风快递 一起扔过去 于是乎 奋用一战 便会将敌人击败 这是一个影迷所常向 希望见到的情况 终于见到落幕的时候 就说 我们做了中国局长 迫不时 真是想想 如果 譬如说 俄罗斯现在在这个情况之下 见到中美大战 或者中美和西方挑战 那我们就揹起了 所有前线的工作 还有一件事 真是挺危险的 如果俄罗斯不向西进 是向东方发展 远东 中国的力量上升 你觉得这个很敏感呢 我想这些时平人 香港不会说这些 比较真实的问题 例如 比起中方 内地说这些 一定是被人洗版 因为很多 影迷 影迷多数都是 饿粉 影迷加饿粉 他们是 用一个 官能来看事事 便会觉得 你这样说也可以 是吧 我们是朋友 是亲戚 所以说 很危险 如果贸言勇俊的话 因为美国始终有实力 除了他的实力之外 他亦是打倒离人战争 如果他跌倒下去 这一场仗 为什么想我们要有这个战略定力 当然 你说 你是不是想暗示 我们是 找俄罗斯 顶着我们 争取我们的战略空间 我不想说 也要说一句 其实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 但问题是 这个残酷的现实 不是我们所做的 是俄罗斯 现在是启动了战火 而令到所有的美西方的力量 暂时全程投入到俄罗斯方面 所以在这个白金斯 常常说 自己说自己 自己催折 自己说一个节奏 就是说 阿平很害怕 看到俄罗斯现在被围攻 很害怕 我觉得 并不是 是吧 因为现在在最前线 在军事方面 摊牌那边 俄罗斯做了分工 我们说明了 跟俄罗斯是有一个约定的 现在在现态势 因为美西方是要把中俄是错牌 所以在这个战略条件之下 我们走在一起很正常 所以也是在习近平和普京握手道别的时候 就是在莫斯科方面 那一幕 你记得就说 我们是要趁着这个八年 改变的大局 我们一起做一些事情 所以说中俄有合作 但我请你不要跟我再说 你什么中俄友谊 请你不要说我们什么拜登 不是 拜登 普京和习近平有什么私人交情 很合谈 你这件事并不如是 战略太细使 就是说如果这个战略 不是迫向俄罗斯 例如我们中国一巴巴声 被一场治疗吸引了的话 我们会去整个远东 就会有个俄罗斯 一定会取而代之的 这个是国责 不是因为说 你帮过我 得人恩典千年 记得人发达百年 这个在外交里面做表面功夫 没有问题 国际战略永远不是这样 其实我以前看东西都是这样的 傻子一名 我看过内地一位 现在很少看到他说话 他说战略和国际关系 这个是王炳杰 他说你不要把这些街坊情义 就把这些街坊放进去 国际关系 除了说服力之外 他给了很多史诚 例如当时二次大战 德国和苏俄集团结合 英国和水东西 说了很多说服力的历史 因为是历史观 你会知道原来 那时候我们觉得 平下我们是中的 这个是朋友 所以全部放在我们那里 所以王炳杰 就是他的视频 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回 王炳杰是三华王 炳杰是一个炳杰 炳杰是四点水下面的炳杰 就是很平面地说这件事 常常说机身隔来 有什么智慧带给中国 或者看看机身隔穿什么衣服 打什么胎 代表美国有什么信号 这些就是什么 因为你没有深层 没有三四五六个级级 那你就去找什么 甚至没有他 机身隔坐左还是右 坐中间还是坐 这些完全可以变成分析 这个叫微股分析 以前30年前都很流行 说中国新闻 我们看了一些照片 毛泳杰是否站在林彪 林彪站在多少个位置 他可以说一段很大的故事给你听 我们是集与为常 但是这件事是sorry 很诚恳告诉大家 你喜欢娱乐化 没所谓你继续可以看这些东西 不过如果真正的底腕 并不如是 等于刚才我说的 我也犯了很多位置 你听着说 我们不是朋友 譬如如果真的 如果中国坐在一个战略 现在没有进地 比如说这么不幸 在阿拉区爆发了很长 全面的战争 俄罗斯你不得不妨 肯定会 譬如我是普京也是 对了 那我就送绑 变成了理想的战场 顶住了 还有 你中国的角力一定会被削弱 你影响力一定会被削弱 俄罗斯 对了 西方慢慢战胜 不要搞你 远东 东南亚一定会有影响力 所以 中美现在打 大家都没有胜算 还有没有作数 所以为什么要谈 不是说你释放什么讯号 他不是看爱情小说 他突然间变心 突然间叮一声 他说 我也是喜欢你 我们继续讲爱情 没有这回事 等于说 李显龙 现在跟你拉关系 原来 他认为 如果是 中美中水战 变成文明一战的话 新加坡可能不存在 因为你的地方 令到你是这样 再没有什么神话 俄罗斯也是 你如果走错一步棋 俄罗斯不是你朋友 很多地方 应战会尽战 所以跟美国的关系 就是这么清晰 虽然说我们有延开五席 埋你单 但这个只不过是一个 比较是 假设性的一个看法 如果中国需要 跟这个旧文明埋你单的话 我们一定不是要加强几件事 第一件事 正如我们看回美国历史 你看大外交都知道 你认识得很好 即基辛格 他读欧洲士 他认识得很好 给大家知道 你要作为别罪的建设者 这个文明 你需要有很多 远实力的功夫去做 威尔顺总统 便能做到一件事 所以我们也不是说 我们和中美有什么深仇大恨 中美有什么 我们也不是什么 因为百年耻辱 而因此而奋进 这个是其中之一的关系 因为我们现在是为了新文明 建立而去奋进 这个才是最大的动力 所以一定要用新文明的事者 去做我们的熟事 聚事的编排 而不是为了中美一战 或者是我们中美的私人恩怨不是 这个整个人类文明的一个大局 所以不是始于什么百年治愈 整天西方节奏会这样说 并不是 亦是说和平的手法 是否可以达致去取代旧文明呢 那现在应该是要走这条路 就是要探索这个可能性 当然必须有百分之二百的准备 是对付战争 你没有这样的准备 就像宋朝一样 你最终就会和这个辽国 签下禅冤之盟 再不幸些 就会被金国吞起来 那你就走到来 九龙城 叫什么 宋皇台 历史 所以为什么要读历史 我不知道为什么 有一代人是没有读中国历史 甚至没有人去解释 中国历史故事 现在 你知道 CIA 已经想要做国员 非常重要 那我们什么时候做好文化工作呢 这个就是 平坦话 好了 所以你要知道 就是说 我们不会亂启动的战争 所以对我们是不利 你的朋友会变成你的敌人 变成你的巨头 所以也是顺着这个节奏去做 当然 所谓延开五直 帮你送走你这个救命名 这是一种很强 很激进的想法 有个可能 我心灵神灰 我没有跟他完全支持相信 我是心灵神灰 大家也希望是心灵神灰 我再说一次 我很痛心 经常看到这些 在我们的 述事 聚事方面 就是我们未能够 即时建立到 科技可以很快地做大 就是文化和这件事情 我不是只怪香港 就算中国也做得不太好 所以有很多的 首先不要说里面的工资 就算是 现在面对这些情况 我们的聚事都未出现 那你现在还在说 中美中水一战 我觉得 已经是不要说这件事情 是新加文明的必然冲突 中国是新文明的推动者 大家好 石楼台已经简化了订阅的流程 不用验证电邮 想付费订阅石楼台更加方便 我们都优化了视频播放器 网速比较慢的时候 都可以看得流畅的 如果有任何关于订阅 或者使用的问题 欢迎你联络我们 你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3181-3890 或者是用画面上的这个地址 发电邮给我们的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的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 比较少说的中国新闻时事分析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的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支持巴士的布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